。 先開始來關心這個錢的問題 我們知道這個地方政府現在都在拚經濟做建設 但是這個都要錢 除了這個台北官升級來做影響市 通知分配款分配不公平的事情 到達有哪一位開關 所以今天6月1日的這個財政委員會 就直接含這個管理 是因為他們面對面聽他們的需要 說準備要來修法 改關這個地方政府親近的情意 對台北政府很重要的通知分配款 今天的財政委員會引起立立的討論 對台北管理的收集 也清新跟立委來面對面 提出管理財政困難 當民要求收到財政收集為分配 稅收的貢獻是4500億 差不多佔了25%到30%之間 整個國家的總稅收 可是呢我們整共撥到台北市使用的稅款 只有這中間的25% 換句話說我們75%台北市所交的稅 都到其他縣市 為什麼升格之後中央可以違法 不給台北縣去年3個月的統籌款 今年應該給的601億 砍一半只給300億 台北管理財政會發生 立正根據行政業的版本 中央通知分配款的收費要 只增加370億 在外面對台本政府的支持 因此立委提案 在日本的百種金額 將會再提拔 縮到水百分之十來加進中央的通知 這樣將會提出1千多萬的經費 不過這項提案 財政部甚至是主機處 都是保留的台東 財劃法修正也只能盡量讓這個分配能夠均勻或公平一點 但是也不能完全解決台北現在的問題 因為這個結構幾十年來差異是很大的 所以呢 周縣長他的問題 他可以 這樣好啦 你主機處理不能解決 財政部也不能解決 就讓我們財委會來解決吧 因為財政收集為分配的收盡案 上次會議已經通過錯信 雖然會議沒有連結 所以先會議必須要來中心生意 依然立法院頒本過關 雖然有做官司的財政 但是對不算好過 中央財政總是一大挑戰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今天都看到每個官司政庫大家都在發散 不過現在在台北市有這麼一個天橋 都沒有人在走路 而司政庫每年議員都變有算來做維修 所以有人有人來質疑說 這是不是尋過這個公開的公款 無關是天橋、斑馬線還是地下都 都是大家在過車路的時候必須來三點 不過現在很多人都覺得 走斑馬線是這個想比行天橋更方便 我選擇怎麼天橋 比較快 沒有斑馬線還是會走斑馬線 更加上司用天橋大部分都需要八樓梯 對樓大人來說 這樣八起八落實在是沒什麼發動 走建橋不好嗎 不是不好 氣力不夠 現在在台北市大大小小的天橋 都總到85週這麼多 但是真的有人來怕率是非常少 一天下來天橋上只有2、3人嚇過 根據台北市政府高港出國年的統計 有一些以上的天橋 司用如全年也不到百分之十 尤其是昆仰貝和中後等路口 明明就在這文字的出口 人很多但是都沒有人想要走天橋 有地下道跟天橋以及平面併存的路口 我們其實是多提供給行人一種通行的選擇 所以這個部分在加入單位來講 我們的這個態度其實是比較保留一點 希望能夠繼續維持並傳 加上在台北市這裡有個5次去電動天橋 使用如跟介紹一樣是不成功的 但是傳統的天橋跟電動天橋 雖然使用如無關 但是每年還是在變經費來維修保養 所以市政府沒有這個也已經先來轉眼修造 要來解決這些天橋準費的問題 現在綜合報導 沒什麼東西還在這裡 對單親的家庭來說 這也日子是更加翻過路 為了要幫助這個單親的家庭可以減輕壓力 但當時這個福利團帶來撒出一種單親的領童卡 希望來結合電風的商店 可以讓他們買東西比較適合 但是有人有什麼煩惱說 這還會讓他們讓人來看清楚 一個人帶四個小孩 雯慧媽媽說目的越來越快 市連有親戶保祖 一塊之後四分的工作 所以日子很難過 我都不敢帶孩子出門 因為出門都是要花費 一千塊拿出來真的沒有兩樣可以花費 為了減輕單親家庭壓力 社會團體參考國外做法 要在台中市推出單親人童卡 幾位要在台中市國區出場不同類型的店 管理提供單親家庭接口會規定郵費 那我們的消費減低 那其實單親家庭的要求不多 有那麼一點點的我們就會很滿足 對單親家庭來說可能還有一部分 會擔心說在使用相請的那個認同卡上 會不會有一些標籤 我用這卡片 這個所能使用的商店 所能光顧的商店到底多不多 如果前台灣省只有那麼跑路 兩三條街 總不能叫跑兩三條街買個雞蛋吧 現在這次出現當卡在國內 是一種新的社會概念 比較適合的點桌 標籤化的日本就的感覺 也希望提出更好的社會團體 可以整理的集團 記者從卡布登